PVT想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是下午的新闻。 杨幂为内衣做广告,刘亦菲沉寂一段时间后穿上公主装。 沉寂了许久,恢复了原型,杨幂和刘亦菲两人都凭借越来越犀利的外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当华丽和服饰及大地影响了他们现在的容貌时,两位美女都引起了轰动。 近日,杨幂的写真集在微博上引起了轰动,当她为维密品牌拍摄内衣广告时,引起了网友的轰动。 从性感内衣照片到厘米都非常特别,杨幂暴露了太多的皮肤,暗示了她明显的无孔不入的光彩。 这款小花采用丝绸紧身面料设计,外式蕾丝,巧妙地披在紧身丝绸夹克上,营造出舒适感。 她的卷发,随意的草本卷发和淡淡的妆容,让她的长腿看起来像谬斯女神。 不想穿睡衣有空隙,杨幂简单却又迷人,照杯裙搭配长裙的布局。 她穿着这些迷人的服装看起来很漂亮并不罕见,在她展示她充满活力的锁骨和胸围的同时,欣赏目标市场。 除了杨幂,刘亦菲这个名字在完成电影虚荣心后也引起了轰动。 这位女巨人现身微博电影节当晚,身着Alisa品牌的高级时装,引人瞩目。 除了袖着七彩花朵的高贵装术外,大长腿与一系列高达一顿的华丽戒指混搭在一起,更是让人热血沸腾。 网上流传着如何拍出久违的刘亦非可爱风采的照片。 甜美的光彩和三件迷人的珠宝让每位美女都穿着高价的服装和配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谢谢大家收看PVT Express News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